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谈论 引爆小公主 她又开始活回来了 我看她跟林又昌到哪里去吃小吃 又开始摆出一位 一位好像那种太阳花那种 好像我们跟一般年轻人很贴近的那种表情 然后开始又好像没有那一回事 老百姓要问了 那些钱怎么办 国库的钱 因为现在大家在讨论鸡蛋 鸡蛋讨论完了就讨论违贱 赖清德的家是不是违贱 当然是 那你要看 她从头到尾就是违贱 到现在都还是违贱 那很多人替她开脱 包括新北市很多公务员都在替她开脱 这个就是无耻啊 你懂不懂 这就是无耻啊 你可以看嘛 全台湾喔 从总统府到一般小老百姓 就是特钱 不管你家里的房子多小多穷 只有八平 你也要缴 除了赖清德 这些公务人员在干嘛 这是地方税啊 各位我告诉你 这叫做地方税是什么 地方的税收 很多地方政府都在哭窮 钱不够 那你应该努力去征收 对不对 土地税 房屋税 尤其土地增值就会增加 大家都很清楚 这是任何一个执政的市政 市县市政府 他重要的来源 啊你查不到赖清德的 住家的税籍资料 表示他没有缴够税啊 赖清德自己当过台南市长 那时候台南市很多人要求 哪些税 他曾经为了这个地方税 跟议会有口角 跟地方有口角 他非常清楚 因为他平常也不住那里 这房子挂他儿子嘛 他说他小时候住那里嘛 他住在城里嘛 那住在城里住在台北市嘛 台北市他一定有房子嘛 因为他现在都在那个 那他要不要缴税 他自己知道 他自己现在住的房子要缴税 缴房子叫 地价税 两种税 那为什么那里不用缴 各位 我想这是一个简单道理 这个简单道理就是说 这个房子 赖清德说 � Say 门牌是民政局 有门牌才可以申请水电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你有门牌 你门牌它是你有本事 是不是 我从小就在那里讲 从小是啊 是但没有就是没有 从小就不表示有 从小从你出生时候 它就是违贱 你说那时候没有什么 欺义证明什么 讲这个是多疑 你要把它数到多早之前 日记时代什么都可以 因为那时候的制度 跟现在的制度不一样 但是但是我们讲这东西 其实我讲这东西 一般人你都知道 我讲东西根本就是常识 对不对 我刚讲半天就是常识 可是那今年的房子是 超多我们常识之外的 新北市政府说 我们连税级都查不到 没有使用证明 没有建造 没有税级 没有税级就表示 你没有缴过税嘛 有缴过税才有税级 那我请教一下 一般人可以这样吗 对不对 一般人可以这样 当然不可以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们很多问题都很简单啊 小董 我讲新闻讲的东西都是把 复杂的讲成简单 我当记者 我要看很多资料 要用很多过去的经验 或者问很多 熟识的官员跟朋友 说这问题是怎么样 我就是这样 所以你在讲蛋 他说我们从87来 都辛苦或怎么样 食药署 你知道讲的是农委会 农委会 现在改成农业部 农业部的部长 陈其中 前天开记者会 讲了一堆 对不对 他就讲了 讲了大家都很清楚 没有 讲了都更不清楚 为什么 你蛋是从哪里来 巴西嘛 对不对 大家讲巴西 可是你如果去看食药署 食药署是管什么 你 农委会让他进来是一回事 食药署是管这些东西 有没有 干不干净啊 进来东西要看 要看干不干净 为什么我们要做防疫 又做什么 对不对 食药署是管这个 食药署 昨天 洪梦凯 国民党的立委 他有拿食药署公文 上面没有传递 农委会告诉我们什么 农委会部告诉我们什么 说任何像这种食品 食物要进来的话 尤其这个 纳酬市 有 禽流感 我们知道鸡身蛋 可鸡有禽流感 很麻烦 猪 很多人说猪肉怎么样 猪有口蹄液 我们很多东西就是 就是他 都有一个 让大家害怕的病 牛肉有狂牛症 大家都知道嘛 前欧洲前美国大家下了半死就是狂牛症 因为他们习惯吃牛肉嘛 那大家看 所以我们这几年在讲很多 大家平常生活很常常在吃到的东西 他其实都有一些动物 有一些毛病的 一些疾病在传染 那禽流感他这二十年来鸡蛋或鸡肉 大家都知道 你胖了就是禽流感 发现有禽流感就扑杀 有口蹄液 猪就是扑杀 对不对 有牛 一样扑杀 就只能扑杀 把他焚毁 把他 让他的病毒 让他被烧死 简单讲的毁尸媚姬 简单讲就这样 那巴西 巴西有没有禽流感 有 很多人都不晓得 陈其中说 这家卖蛋的 大家都知道他叫超师 现在非常有名 超过我们的思考范围 超师 他说三道企业 他们进口了 8814万颗的蛋 8814万 后面的数字是万颗的蛋 他们就垫了 4亿7千 800万 自己垫 讲得好像 所以你们是说 他资本的只有50万 好像很看不起别人 人家他 把他款调来的人力 对不对 他自己先垫 但是 从巴西那边也可以查到相关资料 一般人不会去查 对不对 巴西政府跟我们的政府 有些东西他是公开资讯 就好像你要查冗委会很多东西 你只要上网查冗委会 我们有进多少 譬如说我们进多少 美国莱克多巴胺猪肉 对不对 上面要写 你要这个就是资讯透明 巴西也有 从巴西 那边的官务系统 一个东西要进官 我们有官税 然后里面进官有进多少 数量 从哪里进来 很多国家现在都是 都是资讯公开 台湾也被这样要求 巴西的官务系统查了资料 我刚讲了 陈吉仲讲 三到七页 他进口了八千八百 一直四万颗 可是巴西的官务系统 他们只有四到六页 这三个月 四五六啊 有出口鸡蛋到台湾 差两个月 台湾是三到七页 五个月 巴西的官务系统 是四到六页 这怎么回事 你说可能有漏差 没有 他这个就是 这样的统计 那 他那时候 讲 他们这三个月 巴西那边还统计 说这三个月 这些出口的蛋 是多少钱 他连价格都要 他说 三亿 四千一百万 三亿四千一百万 我刚刚特别引述陈吉仲 说他们垫了 四亿七千八百万 四亿七千八百万 跟三亿四百一十万 三亿四千一百万 三点四亿 他差一亿多啊 这个钱到底哪里去 为什么两边的数字 差这么多 你要说说有一些东西 数字有点小小漏差 那可能就是汇率 因为你算法跟我算法 啊这几天的汇率有差 我相信啊 可是 他不可能差那么多 成绩中讲 超市 三到七月 进口 八千八百一十四颗蛋 四万颗蛋 八千八百一十四万颗蛋 他垫了四亿七千八百万 八十一的资料是只有四到六月三个月 然后总共是三亿四千一百万 各位我讲就是差了一亿多啊 我不晓得问题在哪里 可是一颗蛋 你可以制造出这么多的问题啊 现在没有人在讲粒店了 现在新潮流 银爆小公主 已经 展颜翻笑了 各位我看他展颜翻笑 跟林柚昌在撑他就 为什么 因为目标不在我啦 目标在我 我就 我就漏荒而逃啊 对不对 你要问我 我就漏荒而逃大家看那一幕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人在去问我这个 现在 现在我也不必在表演 为什么要推我 不要推我 各位 我每次看到馆长在表演这一幕 我觉得都好好笑 各位朋友 都是戏啊 当目标转到蛋 好 那 各位朋友就可以知道 我们这个政府 民进党政府 民进党政府 他每一样东西都可以弄到钱 这钱就是到哪里啊 对不对 执政原来是为了捞钱 各位简单讲就这样 执政就是要捞钱 你看一个叫郭再卿的人 民进党的中职委 郭再卿 他做炉渣的生意 他把炉渣随便到 赚了21亿啊 他在台南 台南的市长是赖清德 简单说这炉渣这样乱丢 这个污染环境 就问台南的环保局 对不对 简单要起诉你 他一定要告诉你 这个东西是有毒的 这个破坏环境 那你这样不法所得21 所以我求储重行 他一定要有一个意见 你不能看到这东西 这个东西怎么样 你不能端定 你要找一个专业的单位 这专业单位当然 环保局就是了嘛 结果环保局跟检察官讲 赖清德的环保局跟检察官讲 这东西哦 他是可以再生的 他不会破坏环境的 环保局说不会破坏环境 你检察官只能采信啊 对不对 所以没有事不起诉啊 然后地方的里长 地方老百姓很气啊 然后再生 搞了这么多年 没有再生啊 卢渣可以再生 可以得洛贝尔 医血奖 真的啊 后的物理奖 我们可以帮给他十年啊 全世界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台湾说可以再生啊 结果呢 结果去年啊 检察官因为 地方里长后的 他们一直要求 他们又去查啊 检察官请其他人 专业单位 医疗单位去发言 这东西 能够再生吗 当然不能啊 怎么能再生 如果再生 可以再生还叫做渣吗 他就是如 很多高温啊 譬如说中钢 台电 烧出来的一些渣 渣就是 譬如说你蓝煤 那煤烧完了以后 他会留一些渣啊 那这个渣你要做什么用途 各位 你有没有看过 烧煤的渣 我看过啊 他就变很多气孔 一块像 有点像石头 可是很多气孔 黑色的 那我们那时候当小孩子 剪到这个 我们就会 跟其他小孩子开玩笑 为什么 从他背后走过去顺着他的头发 因为男生头发剪短 啊他上面有很多孔 你就往他的头上一抹去 他头发就会被拔掉 那种很痛 以前小朋友二坐机就会这样 那各位朋友 这些扎事 就是废弃屋 没办法 除非你在经购怎么样的处理 你直接把他请到 就是废弃 所以郭再坚被起诉了 21亿耶 钱很多耶 谁在当台南市长 赖清德啊 各位朋友 执政有什么好处啊 执政很多人可以捞钱 很多人嘴巴讲我要做什么事情 执政很多东西 好处多了 执政可以从政府里面卡油 像柯文哲一样 黄珊珊7年11月26号落选 柯文哲12月初 说我要去冲绳岛考察 带着又有卡公司的人 你都快现任你考察什么 我考察回来 考察回来就是我回来有一些经验 就像高宏安 对不对 昨天晚上赶快回来 他因为去日本考察 大家都喜欢考察 因为考察除了是公家的钱嘛 住好的饭店 对不对 那用的都是公家的钱啊 好饭店 当地还有官员一些接待 对不对 就这样嘛 那就是卡公家的钱啊 现在很多东西要考察吗 不用 现在很多东西 多数的东西在网路上就找得到 他怎么样怎么样 你不必亲自去看 你亲自去看的话 多数都是骗人的 95%以上都是骗人 为什么 你就是因为有政府可以帮你出钱 你可以出去讲考察 出国去休假 政府出钱 简单讲 然后这边看一看 我就看到了怎么样 不必了 你看到东西 就好像很多议员 很多立委出国考察 或监委 或者考试委员 他们就出国考察 我常看他们报告 我看了都笑死了 台中有一个议员 考察回来 因为政府规定 考察回来要写报告 那他的报告 写三个字 腰受战 去玩回来的时候 咬手战 咬手 我就这样啊 我的报告就这样啊 你看了什么 咬手战 台中有一个这样的议员 这个人 是亲民党的 还有一个考试委员 去北欧考察 也是弄一堆 好好笑 这考试委员 以前还在当大学教授 考试院 看到这个 瞠目结舌 你们就是借着公交的前期分 这个当然是民进党的 非常胜利的学者 民进党执政 阿扁提名 然后去玩这样 各位大家都在 都在搞政府的钱 你知道吗 有时候看了不可思议 像我们这辈子能够领到政府的钱 就是胡兵役 每个人领他一千多块 这些人只要执政 想方设法 有一个民进党的监察委员 哇 说去考察拉法的 去德国 去法国考察拉法的案 引擎公案 哇 去好几次当地一直招待 说我回来一定可以查出 去法国玩 无耻啊 民进党执政 我看过太多的官 我刚讲这东西 各位朋友都查得到 不可思议啊 一个监委 借着说我要查引擎公案 去法国开销 花那么多钱 无耻 很多人还说 他是民主前辈什么什么 好好笑哦 查出什么东西 引擎公案 阿扁 阿扁那时候选台北市长 那时候当立委 引擎公案 的资料都在我这检录音带 哇 阿扁那时候是打币啊 打币案 前台湾最有名就是阿扁 我们打币案有一个顺序啊 这一点 那时候阿扁是前台湾最会打币案 然后接下来就林瑞途 哇 林瑞途那时候当台北市議員 每天币案 因为我每天都在他研究室啊 他就跟我讲这有什么什么 然后接下来就换邱毅啊 邱毅也是每天打币案 所以有哪里哪里啊 其实邱毅很多币案 我也知道从哪里来啊 但是没关系 我就说台湾你看这些连来 就说哇 看到他却有弊样可打 所以这个人很能够做一些事情 阿扁那时候打币案就告诉所有人 拉法院的资料都在我这检录音带 那个连带没有什么手机可以拍影像 或什么录音带 哇大家 我一定会查出来 哇哇就怎么样 哇 然后媒体就开始写 阿扁这下又来了 哇怎么样 后来他当总统 我有一次在节目我就提出来 因为我跟阿扁也很熟啊 我说阿扁那你那时候不是讲 影清空办 你办到动摇狗本你都要办嘛 阿你那个录音带拿出来 动摇狗本给我们看啊 都死了人了 影清空都死了 政府还被捞了几百亿啊 对不对 你赶快出来啊 阿扁说什么你知道吗 他那个录音带哦 因为我搬家就丢掉了 好好笑 你搬家丢掉啊 你要骗谁啊 那你也听过嘛 你也听过内容啊 你说录音带在你手上啊 你肯定听过内容 那你也知道是搞什么鬼 哪一个人怎么样 你又怎么不去办啊 你是三金统帅是总统啊 对不对 录音带即使真的如你手掌 搬家搬丢了 因为他从民生动路事段 搬到官邸嘛 他当总统搬到官邸 他说因为搬家就丢掉了 我也不可 觉得不可思议啊 说明白讲我根本就不相信了 但那就叫做腐烂 那现在只是反论他一句啊 那你可以这样的话 你一定在当立委的时候 就听过内容 你内容你知道谁是坏人啊 你为什么不叫检察官去办 对不对 简单讲就是这样啊 所以呢 腐烂 捞钱 民进党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手法就是这样 执政的崇高目标 就是大家有钱捞 那老百姓怎么办 一颗蛋你都可以想方设法去做这种事 那其他更不可文论 欢迎大家回到小董真心话 我们现在采访就比过去还困难在哪里 就是说你写个东西大家都要去抄 那还简单在哪里 现在的设备比较发达 现在你一个手机可以拍整段影像 有影像谁都没有发奖啊 对不对 影像照片谁都没有发奖啊 所以你要有时候要 以前要用 我们像我们文字记者我们要去形容啊 这个房子有多高啊怎么样啊 对不对啊怎么样 然后右边是什么左边是什么都要形容啊 形容老百姓 有时候你文笔差人家还不太懂 文笔好大家 就觉得说会不会写的太超过 因为你会有很多形容词 那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你任何新闻啊 有影像 或者有照片啊 譬如说 赖清德的家是违建 他们说啊这个违建哦 国际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就看那个照片 那照片大家都拍到 中午48号嘛 对不对 左边那一栋嘛 那一栋我不能讲他是豪宅啊 但那一栋房子的品质是不错的 哦 不是赖清德所讲的 那就是旷工哦 分道的房子 你要笑死谁啊 旷工可以住这样 住的比我们都好 那是 一楼跟二楼的透天嘛 对不对 各位你 除非你眼睛有业障 我看到的就是这样啊 我没有到现场 但我看到很多人拍 大家拍的都一样 那是一楼跟二楼的 透天 一楼加二楼大概 如果照这样目测 大概四五十平以上 一楼 每一个楼层大概二十几平有吧 大家看 我们就 那这房子新不新 不会太旧啦 不会太旧 我不要讲很新啦 对不对 各位朋友你自己看 大家只要不昧着良心 就知道说 这房子 比台湾大多数人还好啊 够半数的人没有他这么好啊 比如说你现在 你在台北 你住公益 你说我现在公益值钱了 是没有错 你现在住了公益值钱 在台北可能两三千万 你的公益 因为公益大概三十平嘛 那如果一平八十一百万 你现在值钱了 现在台北大概都这样 那这个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整个 城市 兴建然后很多土地 很多那个 但是你住了你没有卖 那你住的品质还是这样啊 你还是要爬楼梯 爬到三楼四楼五楼 气团兮兮 对不对 家里里面 那个也没什么羞吃 现在多数的人 台北多数的人是这样啊 我告诉你真的就是这样 那你说 他住的品质好不好 我老实讲 不错啦 算不错你知道 因为台北人住 离结印都不会太远 台北的结印 四通八达 交通方便 生活机能好 附近 超商 还有医院 这些都很方便 学校 在台北住的 好的 其实这里 不是自己这个 这个作家的品质 我讲的是这样 因为品质可以分这两种 所以他的生活机能让你觉得 我住这样很舒服 很不错 要什么就有什么 对不对 然后你要收音机打开 就可以听到我们酒吧电台 各位朋友 酒吧电台今天生日啊 今天就是酒的吧 带到秋来酒的吧 你看我花未花百花煞 大家可以看到 那秋天 当然这是国立啦 那我刚练的那首诗是龙立 那 没关系 就是 大家把它听进去就好 那 我们 小公立 的电台 你在 北部 听很清楚 很清楚 所以很多朋友 说 我住南部 南部小董 实在很抱歉 因为我们 我们的公立不是强国性的 也不是中公立 像我过去在飞碟中公立 他的 简单讲 他播出去的地点就比较大了 简单讲就这样 就是一个范围的概念 但是 我跟很多朋友讲 就是 我有YouTube 所以 我说现在很发达就是这样 什么叫发达呢 我 我国际当记者 很多人对我很信任是什么 因为我文字记者 我不会偷偷做 或者有些人 一看到就把录音机拿出来 录音机拿出来 被访问的人有压力 我不能讲错 他就会在那边斟酌 就很多心里 的话就不会讲出来 因为你在录音 那电视台来拍 电视台还给我录影 我也不敢讲 那我国际当文字记者 很多人对我很信任 信任在哪里 是 就我们 其实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 做了很多 很多让对方比较 对你比较信任的功夫 现在当记者好了 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你有手机有什么 中南部朋友没听到 我们YT也有 你上酒吧 新闻台 YouTube 就是说你各种都可以听到了 所以中南部的朋友 很多人听我的现场 非常感谢 那我金门听的朋友非常多 因为我同学大家就说 听得爽 有内容 而且 讲的你听得懂 你知道吗 什么叫听得懂 比如说我讲 赖清德的违建 我只要讲 他那违建 没有税籍资料 表示他没有缴过税 全台湾有谁可以不缴税 你告诉我 你家的房子只有八平 六平好了 你都要缴税 一年要缴两次 他为什么不用缴 这不是什么特权吗 为什么这么奇怪 各位 我讲这大家一听就懂 所以我在讲新闻就是这样 那我们 其实在台湾社会 大家讲到了 你要公平 要正义 这大家朗朗上口 但其实 很多都做不到 很多小老百姓 自力救济都没有用 对不对 你要看有些政府 你看了 你到底要搞什么 今天你最关注的新闻是什么 我告诉你 大值一个房子 一楼变地下一楼 摊下来 可恶嘛 各位他整个构权是怎么样 这个你市政府是有问题 市政府是讲万安的事务 我照骂 我老实讲 对不对 老百姓 多久前就跟你讲 这房子再见 我们房子就慢慢请协议 半夜有声音 跟市政府反应 市政府好 他赶快找 结构祭司工会 赶快来钱 都说没问题啊 所以建商说没问题啊 我们有结构祭司 我们现在很多 各种 土木祭司 结构祭司 对不对 那人家讲 这个就是安全的啊 所以你们讲 你们说 你们老百姓指控 我们不安全 我们有专业证明啊 各位朋友 像这么明显的 那你不听 昨天晚上啊 我一看这样 我想 哇这下完了 开始没有 没有限那么多 我说这下完了 这下接下去 这个比天坑还可怕 对不对 天坑 就一个大洞 大家都可以怎么样 然后有车子掉下去 也就一部车子 你现在在租户 有多少人 各位你讲 这是很生气啊 对不对 这在搞什么东西啊 你这些工人员 我们要知道 这叫降管处在负责啊 降管 台北市的降管处啊 里面 很多官员不错 我都认识啊 可是很多官员很烂啊 你看柯文哲时代 那这处长 副处长一堆都被抓走啊 每天替人家做保证 我们当记者 或者在外面跑新闻 也会碰到啊 有些人情 啊有些是拿好处 都会有啊 但是 这么重大的是老百姓听到声音 你应该怎么样 你们应该自己派人到现场 就是你不要说 我只委托随随随随 你去帮我干嘛 从建管处到大直这个工地 老实讲我也常经过啊 我也常在那里录影啊 我告诉各位 朱学恒的录影就在附近啊 你知道大直啊 那听说朱学恒又出来了 我不晓得真或假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 大家看 那你今天一个官员 这么重大的一个社区 而且这是一个 算蛮豪宅型的社区啊 就是对一般人来讲 那你到这边去看一看 你自己也会有一些判断啊 因为你们都是搞建筑的 建筑 然后管理嘛 叫建管处嘛 建筑管理处嘛 那今天 老百姓空宿 你们交差了 我找结构技师 一个技师说没有问题 好 好 现在垮了 你怎么办 现在 这个善后不容易收拾在哪里 好 建商当然要负责的 可是你的官员你是发执照的 你发现不对要叫他赶快停工 那时候如果赶快停工 先把他在倾斜的地方 用那个钢柱 先把他加起来 然后你再赶快去回田 这个是一个我们很普通的一个方式啊 他没有 他让他继续施工 结果就倾斜下来 哇 周天晚上 七八点 我那个就看到了 我就想完蛋了 因为这个会再往下线啊 结果他们找川哥 李诗川啊 李诗川负责公务一到现场 他现场看了半天 哇 房子就往下线了 当场 这个很多公务员在鬼混 当然建商该谴责他叫姬泰 姬泰是个老牌子的 过去他的建难都在新北 那现在大直 因为大直新的建难都是豪宅期 大直 因为大直到跟 最主要就是因为那里有很多 我们政府的机构 国防部三金啊 那政府机构啊 国安局啊什么 所以他那边的治安非常好 那边的治安非常好 也比较空旷 空旷你的生活品质就好啊 就不会拥挤 你知道吗 所以住那边其实是很舒服的 那 所以他现在都是这样的房子 那我看到老百姓 真是一哭无略 他说我们 我们 澄清那么久 讲那么久 那你这些政府 的人其实是很可耻的 你们完全无法可施啊 今天你没有看到老百姓的痛吗 对不对 老百姓就希望安机乐业 他现在连安机也没有 他怎么去乐业啊 各位 这就是管理的问题 马上回来 欢迎小董真心话 我也有讲真心话 因为有很多的情况 是我过去跑新闻的经验 那我跑新闻跟别人不一样 我都会到现场 所以 很多人是 你看过这新闻 你就过去了 那我看过这新闻 我没有过去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个影像 会留在我的脑袋里面 我 前两天啊 坐电梯 碰到一个说 董哥我每次听你讲 很熟悉啊 因为我脑袋有个影像 我跟一般记者不一样 我有个影像 这个影像是因为 你有到现场 你眼睛看到 你那影像就会留在脑袋 那很多人没有到现场 很多记者没有到现场 或者听人家转述 你就没有那种临场感 这临场感很重要 所以以前台北在淹水 我自己也被淹啊 我就淹在里面 你那印象就很深刻啊 那时候是怎样 对不对 与民同苦啊 那我讲这个不是表示说 我当记者都 多么了不起又怎么样 我们就是要去体会 官员就是要体会老百姓 能够怎么样的生活 好 那我来讲一个 我过去跑新闻自己碰过的 现在很多人去问 你活友宜跟柯文哲不为儿童 提出来 65岁的老人的健保会 这是最近比较夯的话题 那大家看到活友宜最近 就是陆陆细细 几乎一个礼拜都有一个 一个很不错的证件出来 他这个证件一提出来 民进党政府马上去学 大家听我前两天在节目上讲 马上说我们马上执行 马上怎么样 那现在活友宜提出来 65岁民党政府没有完全采用 前面都是完全采用 你提出来我就采用 民进党政府在告诉你 不必等活友宜明年 520当前就职 我们现在就在做了 所以要投给我们民党 我们民党有执行力 活友宜提出的看法 我们有执行力 所以我那天在节目上讲 我说你看国民党这么多人在帮活友宜 表示国民党的人才计计 那民进党呢都在鬼混在捞钱 捞了七年多 现在要选举了 希望继续执政 才能继续捞钱 所以活友宜提出的东西 他就去做 谁比较强 当然是活友宜嘛 不用讲 对不对 那不然你们七年多都在睡觉 在捞在鬼混在捞钱 而已嘛 那现在提出来 65岁老人 排富 然后我们帮他 由政府帮他缴保会 这合理的 我那天节目上讲了 其实帮老人缴保会 现在台湾的六都都有了 六都都有了 本来最后的我印象中是台南市 因为这个是要受限 这个要 这个是 你地方政府有多少钱 有办法做 就这样 那现在基隆也有 基隆也有 基隆也有 基隆只有三十五六万的人口 他们都有 三十五六万的人口 老人 老人当然也会不少 但是我讲 照顾一下老人 那提出来的时候 有人问 民众党 民众党发言人陈志涵说 这个我们科匹早就在做了 不是 因为我跑台北市很久 这个是阿扁当市长时候最早做 我老实讲 阿扁时候就做了 我不会讲说 因为阿扁是民进党 我就不讲 他的好处 不会 阿扁在台北市是做的还不错 全台湾跑阿扁 每天跟他贴身的就是我 只有一个我 就是我一个记者 他有个碰到问题他会跟我聊一下 因为其他都是他手下可能 得到的消息不是真实的 可是我是一个老记者 阿这但是你怎么看 你觉得怎么样 就会聊嘛 那我有非常多的经验 所以 只要聊出来他就 这才是真的声音 那他做得好的 我们也不另于跟他写 他做不好 我也不另于跟他批评 所以我常跟他吵架 就是这样 你怎么批评我 我觉得你这个做不好 我就写文章骂他 他很不爽 也常常有这种事情 但是 我们要就是论事 阿扁时代 台北就开始 做 65岁老人健保 柯文哲 的发言人说 柯文哲 柯P有做 我告诉你 柯文哲 2014年12月25日上任 然后上任没几天 就新的一年2015年了 然后他 开始进入状况开一看 他说这个钱 这样太浪费了 2016年 他就把65岁改成70岁 少了五个年龄层 各位你懂吧 我们每个年龄层 不少人吧 对不对 每个年龄层 以那时候台湾的 那个结构来讲 大概那时候大概有3万人 所以被你放弃的人 有15万左右 我讲良心话 那这个构成 因为老人一直反应 你这样做不对阿 前台湾各直辖市都有做 都是65岁 你为什么是70岁 后来 他才改回来啊 改回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他是2016年 他2014年商人 2016年他就开始 把65岁改成70岁 2020年 为什么 因为他发现这是投票 他只赢丁手中 而且那个投票还是很奇怪的 违反常态阿 一边投票一边开票 记不记得2018年 所以他就发现很多老人 因为他从阳敬老军 他还把人家砍了 很多老人不投他 那你从阳敬老军你说 柯文哲的理由就是说 你这些都在用年轻人的钱 所以他在制造那个世代对立 那问题你爸妈 他在新竹也去领从阳敬老军啊 那他们 他们不是在领年轻人的敬老军吗 敬老军一年一次从阳节 对不对 那你就讲不过去阿 所以讲一套做一套 后来他发现这样不对了 2020年他又把他恢复 各位我讲这就很负责的话 2016 他把他改成70 本来65改成70 2020年又改回65 简单讲就这样 我跑市政很熟啊 那我即使没有跑的时候 我看一眼我大概也都知道 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身临其境 这个就是你当一个记者身临其境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 讲新闻 我们这里叫古亭站 古亭站 往东门啊 这一段 除了那些功能 之外 我是全国第一个 做这个捷印直通的 全国第一个 因为那时候捷印还没通 我来采访 我说我要看你们怎么弄 当然因为我跟捷印 捷印局很熟嘛 然后东看看戏看看 我说我要做做看 他说好董哥来 你来做做看 来采访嘛 所以那时候浅顿机一开通 我就做够了 浅顿机啊 那就做够了 所以我是第一个做的老百姓 因为我是记者 那大家可以看 就每个人会有一些经历 你要 你要珍惜你的经历 你知道吗 对你的经历要负责 就像我刚讲监管主委官员 你的经历是要怎么样 老百姓有讲这种问题 你要亲自到现场看 那你结构机制在弄 你在现场盯他 你这个是不是有问题 这个房子明明倾斜 一个东西 倾斜 老实讲 你去的话老百姓马上会 带你到他房间去看 你看我们那客厅你看 这个都勒开了 很明显嘛对不对 你如果官员有到现场 你怎么会去同意什么 那些结构济师 土木济师做的那些报告呢 你眼睛看到就不是这样嘛 各位我现在讲你懂了吧 身临其境是很重要的 那身临其境你就做出最好的判断了 你就可以看到 不是啊 这个不是我手下的人跟我讲的啊 你只想说我不要出去 今天乙好大 台风后又乙那大 那么麻烦 对不对 你只在想这个嘛 我过去当记者 我不会这样 我有时候去全身都是湿了 你怎么来 我说我要来看一看 我常常这样 前身都湿了 有一次回去还前身都是泥巴 回到联合报 那警卫 董哥你怎么这样 我说你没办法 我就这碰到了 他说我们 你先到我们后院来洗 洗车场 来帮你把那个黄泥巴洗掉 我听了很感动啊 这就是记者 这就是人生啊